上海媒体东方体育日报传闻表示,由于天津天海无力承担对内,两名把七万元帕托和格乌瓦尼奥高昂的薪水,这两人今年冬天离队的可能性正在慢慢变大。 近日网上曝光了一张天海广州拉链酒店房间分配表,帕托、格乌瓦尼奥、张修为的名字,都没有出现在这张分配表中。 据了解帕托和格乌瓦尼奥,是因为签证问题而返回巴西,张修为则是因早在阿布扎比训练时,就一直发烧而离队休养,考虑到春节将至,他们暂时离开,并不会对球队造成太大影响。 不过,无论是帕托还是格乌瓦尼奥,他们高昂的薪水,都是现在天海俱乐部所难以承受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两名八七元京东旅队的可能性正在慢慢变大,毕竟现在天海对外援缺口很大,也只有先解决了他俩的问题,才有条件重启外援。